因此,左权明提议不谈宝图,立刻让大家心领神会,只要把责任推到血河的身上,四大天王就是哑巴吃黄莲,有苦说不出。 可是血河本体犹在,一名代行者犹豫道,万一他把真相说出来,左权明冷笑,他谋夺万宝天乃是事实,不管成与不成,与天火塔都是事成水火。 他说的话还有意义吗?你有什么自辩的权利呢?再说了,就算他自辩,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,我们还是先过了眼下的难关再说吧。 至于以后,大家还是早点远走高飞的好。 所有人一起点头。 水妖走过来问道,大哥,你说怎么办? 拿山叹了口气,事到如今,也只能如此了。 就这么放过了杀唐杰的那个混蛋,黑眼依旧有所不甘。 拿山深深看了左权明一眼道,莫急,以后有的是算账的机会。 对了,你们看到依依了吗? 忽然想起依依不见,拿山四处看了看。 只见小丫头和兔子的身影,皆是不见,就连后来收服的血和战将也不见了影子。 先前由于战斗太激烈,谁也没注意到他们是什么时候消失的。 呃,我好像看到唐杰把他们收到图里去了。 黑眼回道,收到图里,那岂不是说依依已经随着图内世界一起消亡了? 一想到这天真可爱的小姑娘就这么死掉,而且死得连个葬身之锁都没有,拿山一是深感惋惜,只是除了叹息之外,亦无塌法。 最终只能淡淡地说了一句, 这,就是命吧。 这边众人密意过后,所有人已是一旨同意,就说是血和之主谋夺万宝天,与剑陵大战,导致万宝天内山河破碎,更杀死代行者无数。 至于唐杰,不过是其中一个普通的代行者,不存在什么惊天动地的能耐,不存在被收走的剑陵,作然也不存在什么震动山河之宝图。 这样一来,四大天王充其量,知道一场战斗把万宝天里搞得一团乱,但只要所有的物质还在万宝天里,四大天王就不必担心什么,二十年后自然又是一片大好河山。 然后左权明又拿出一张镇图,在上面画了几笔,笑道,这便是山河设计图了,谁想要,谁拿去便是。 大家一起哄笑。 忽然有一人道,等等,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一位天王之徒,他会不会泄密,可就不好说了。 众人一起回头,看向柳芊一。 柳芊一面色微沉,正要说什么? 左权明一笑道,哼哼,只要柳姑娘肯以心魔力士,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她的。 一名代行者叫道,那怎么行,万一他说出真相。 左权明脸一沉,你真的希望面对一位失去爱徒的南天王? 这话,让那代行者一致,想想的确有些不妥,终只能同意。 反倒是柳芊一疑惑地看了左权明一眼,不知为何,总感觉左权明的话不像以往那般油滑,反倒是有种成竹在胸的莫名熟悉感。 这边,大家商议已定,柳芊一发过誓言,众人离开万宝天。 穿过石门,众人回到地下石洞,四位天王已在等他们。 按照事先的约定,由左权明来陈述事情经过。 这小子优雅历历齿,能说会道,又会随机应变。 先前也是他第一个提出,最适合面对此等情形。 果然,左权明面对四位天王,滔滔不绝地说起他们进入万宝天后的经历。 说到血河之主,更是满腔的悲愤。 说,血河之主一出现,就对他们大开杀戒,口口声声要夺取万宝天,更长有无量剑,以空间裂缝对剑铃。 要不是他们拼死阻挡,配合剑铃攻击血河,终于破坏了血河之主的阴谋。 现在,万宝天就已经是血河之主的了。 当然了,为此也是死伤无数,连玄规上人都折损了。 这一番话,把四位天王也彻底地震惊了。 他们的确察觉到万宝天内的动向有意。 但到底是不在同一个世界,即便以子府之能,也不可能轻易探知里面的情况。 只知道,里面必然有变化。 至于说是不是左全明所说的这种,他们也搞不清了。 不过,看其他人一脸悲愤的样子,这事倒是多半不假。 末了,左全明更是说道,我们为四位天王卖命寻宝,四位天王却打破惯例,将血河老祖放进万宝天。 此等行为,此等行为,实在是令人心寒啊。 最后这话意,竟有了几分质询之意。 只是四天王为其言语所震惊,理解他心中悲愤,也不会与他计较,反倒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。 南天王见爱徒无恙,也是长出口气,愤怒道。 真没想到,血河老儿居心叵测,竟然假作与唐姐有仇,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抢夺万宝天,世尊不察,终是上了他的当了。 这个老不死的,岂我天火塔无人不成,东天王也哼道,西天王也用阴冷的口吻道,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,否则我天火塔在这血河界,还有什么颜面可谈呢? 脾气一向最为爆裂的北天王一大声叫道,老子这就找血河说理去,就算打不过他,也要拼上一场再说。 说着,已自冲出地下石窟,出了天火塔,静止向着血河的方向去了。 三位天王见拦不住他,干脆心一横,也一起追过去。 临走的时候,左全明喊了一声,天王,获得东西还未检验呢? 说着,已取出一堆法宝呈上。 南天王只见有一点儿,大感惊讶,左全明道,玉血河一战消耗重大,就剩这么点儿了,再看其他人也是差不多。 这事儿倒是没做假。 先前一战,大家是有多少力气使多少力气,手里头宝贝能用的基本都用了,所剩早已不多。 见此情形,南天王叹了口气,哎,罢了罢了,此次取宝,过失在我的,所得宝物,由你们带走吧,也算是一点赔偿。 这才转身离去,他们四个子府自然是打不过血河一个仙台,但血河心丧一个子府分身,正是实力下降期,再加上,他们背后也有火天尊撑腰,自然是不畏惧。 眼看四天王离开,剩下一众带行者互相看了看,各自打了个眼色,那意思是赶紧走吧,否则让四天王知道事情真相,必然反过来找他们麻烦呢。 从现在开始,带行者们就要准备浪迹天涯了。 临走前,按照惯例,还要检查一下个人所得。 因为宝物归带行者的缘故,镇守万宝天的四位老者,这次也就不再仔细检查,只粗略看了一下,理清所得,记录过后便由众人离去。 带行者们心中有鬼,自然不敢多留,检验过后便一个个纷纷离开。 看着曾经并肩作战的人群散去,柳倩一心中没来由的又是一阵惆怅。 回望身后石门,他知道,那个曾经不畏强权浴血拼杀的男人,再也不能从这石门里出来了。 心情在失落中沉添,起伏,茫茫然不知所以,柳倩一鸡血而麻木地接受完检查,一步步向前走去。 风送来零碎的对话声。 这是什么?啊,一些朋友的遗物而已。 遗物还是遗宝,这很重要吗?左右都是天王允诺赠刺下来的。 是左全明,这个该死的败类。 万宝天一战死了不少人,估计又从哪里摸了些尸体回来吧? 虽然很想教训一下这该死的混蛋,但是刘倩一也知道,这么做只会把事情闹大,很可能让先前的谎言也被推翻。 而且左全明最后还帮自己说过话,他终究也不能就这么翻脸相笑。 最重要的是,唐杰不是他的任何人呢,严格地说,甚至连朋友都不算。 他有什么资格,有什么理由,去为唐杰报仇呢? 尽管心底深处,那抹身影就这样深深地印在心里,他始终只是叹息一声,低头前行。 然而,越想望,他就偏偏越是望不掉。 脑海中泛起他的阴容笑貌,竟然怎么甩都甩不掉。 越是想望,偏偏就越是无法望。 回到天火塔,来到那空旷的大厅前,柳倩一好像又回到了初见唐杰的时刻。 他站在自己曾站过的位置,摇看对面,仿佛唐杰就在那里,假冲咳嗽,掏出那天井香罗。 第一次见面,就被人用幻术给骗了呢。 柳倩一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,然后他身体猛的一阵,脱口而出,幻术。 先前发生的一切,在柳倩一的脑海中骤然浮现。 天眼大阵里,左圈明被唐杰用刀架着脖子,大喊,是我杀了你。 面对血河时,唐杰成竹在胸的欺骗,击杀血河后,唐杰无助的坠落。 左圈明杀唐杰时,那一脚碎尸,一一兔子的神秘消失,山河设计图的毁灭,左圈明胸有成竹的侃侃放言。 这一切,皆在柳倩一的脑海中飞速闪过,直到那熟悉的话语再次出现。 这是什么? 一些朋友的遗物而已。 遗物还是宝物啊? 这很重要吗? 左右都是天王允诺赏赐下来的。 就好像一盘凉水迎面浇下。 柳倩一全身一抖,脱口叫道,唐杰! 走出石窟,回到天火塔,左圈明没有与众人一起走出塔的路,而是向着另一边走去。 一直到一处无人的角落,左圈明四处看了看,这才低声道,可以了。 就见一朵小花儿从左圈明袖口飞出,飞入空中,变成一一的样子落地。 小姑娘刚一落地,嘻嘻笑着一转身,小手一扬,手中已多出遗物,赫然是被毁掉的山河设计图。 轻轻展开画卷,图中飞出一道人影,正是分身堂结。 哥哥,看到唐杰出来,依依一下子扑到唐杰的怀里。 抱着依依,唐杰看向左圈明,点头道,干得不错。 左圈明忙躬身回道,愧不敢当,一切都是公子身机妙算,小的只是按吩咐行事,不敢有为。 心里想的却是,老子也不敢不听啊,你让这小祖宗变成花跟着我,不就是怕我不打开图放你出来吗? 有了这小姑娘盯着,一来可以帮你传话授意,二来就是起坚实之效。 自己要是敢有半点不沉之心,只怕一一就要指挥豆子在自己身体里生长与推逝了。 当然,这两点,大家都是彼此心里有数,却谁也不会说破。 明面上,唐杰依依旧笑道,呵呵,不管怎么说,这次都亏了你的才能成事。 你放心吧,你帮我做了这么多事,我自然不会亏待你。 唐杰自然可以变化成左圈明的样子,但是别忘了,他还要过这四天王一关呢。 四大天王有什么本事他不清楚,一旦某人掌握洞察,看破真身,事情就麻烦了。 所以,为安全计,这个计划还是只能让左圈明来执行。 他自己只在幕后遥控指挥,就算左圈明没让他失望,演戏演得头头是道,把所有人都骗了。 这客说过,唐杰已到,你现在立刻离开听伙堂,去七峡商铺找一个叫仙桃的姑娘,他会安排你离开血河界。 啊,离开血河界? 左圈明被唐杰的说法吓了一跳。 对,离开血河界。 唐杰也不瞒他,这才将自己的来历大致说了一下。 离开血河界后,你便去喜悦派,由我介绍,你可直接进入喜悦。 从此以后,你就是我喜悦门下,再不是孤魂野鬼一般的江湖散修了。 喜悦派? 左圈明没出过血河界,对喜悦派自是不甚了解。 唐杰笑了笑,呵呵,一个有仙台大能坐镇的顶级门派。 左圈明的脑子嗡的一下就响了,幸福来得如此之快,以至于左圈明竟有种措手不及的感觉。 像他这种江湖散修,是最清楚没有名师指导修炼会怎样的辛苦。 如唐杰能一路走到现在,固然有他自身努力的成分,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,他不缺名师的指点,修炼途中没走过任何弯路。 尽管如此,左圈明还是犹豫了一下,想了想,他说道,呃,必须现在就离开嘛。 怎么,舍不得? 左圈明叹了口气,哎,不管怎么说,这里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,说走就走,总是有些……。 唐杰却摇了摇头,恐怕你没太多时间在这儿缅怀了,你跟别人不同,别人不过是一时被蒙蔽,你却是我的帮凶啊。 血河之主与四大天王都不会放过你,尤其是四天王,要不了一天时间,他们就会杀过来,所以你必须现在就走。 不到一天,左圈明愕然,我与四天王并无深仇大恨,就算骗了他们,也不至于让他们……。 他话没说完,突然反应过来,瞪大眼睛看着唐杰,全身颤倒。 他抬,哆嗦着抬起手指着唐杰,你,你,你不会,不会试想……。 唐杰点点头,对,你以为我诈死是为了逃命吗? 不,你错了,我诈死不是为了逃命,而是为了更好的反击呀。 说着,唐杰的脸色已经沉了下来。 哼,火天尊,四天王,竟然出卖我,今天我还是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一下,出卖我所付出的代价。 那,那可是一位仙台四位子府啊。 左圈明哆嗦道。 唐杰竟然想教训这样的大人物,他是疯了吗? 那又如何? 唐杰撇嘴,老子不是照样灭了他们几十个分身吗? 可那是因为血河本体不能移动,四天王却无此由啊。 问题是,他们现在也不在这儿。 唐杰呵呵一笑。 谁说,教训他们,就一定要跟他们打一架呢? 左圈明依证,难道,你是想…… 他不是赚,老子不在tern volume,地属览券给我。 呢? 感谢观看